这张儒雅之嫩的脸庞在央视只有最硬核的新闻才配得上 他叫刘肖谦 中国驻外记者 江湖人称乃因猛男 曾置身前往巴西贫民窟 面对全副武装穷凶极恶的毒贩 他淡定询问对方的童年梦想 在穿过十余把重机枪哨侠后 他零距离观摩黑帮制毒工厂 因毒贩听错一个词竟然直接拔枪预设 好在后来确认是耳误才收枪散场 在获得毒贩的信任后 被允许拍摄毒品交易的现场 在满屏限制级的马赛克里 他淡定的像是逛菜市的街坊 询问毒品的价格和重量 以及毒贩身上为什么总要挂着枪 他孤身来到雨林 采访有着杀人机器之称的哥伦比亚武装游击队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 已有三名记者同行遭遇不测 后来样式似乎终于大发慈悲 将他从拉美调到了北美 原在以为乔哥这下终于可以安全点了 没想到美国比起巴西来 更不像是人呆的地方 他先是跟随芝加哥警方夜巡枪击案发现场 一晚上就接连目睹了三起枪杀 后来在报道黑命贵宵禁期间 正在连线信用直播间的他 赶上美国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离人群 不得不且战且退 边跑边解说 巴西的毒品在场局 毒贩好歹也知道 给一勺一勺打包封装 可美国的毒是就着脱轨的列车一把火 放回大自然 举事震惊的美国毒列车事件 又是刘潇谦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在距离事发中心 只有几米的地方做新闻调查 相关视频的弹幕除了猛男 狠活 占地记者 就是满屏刷锅的担心和护目镜提醒 在剧毒化学品泄露现场 只带着一副活性碳防毒面罩的签歌 到了晚上做连线评论时 眼睛已经明显发红 作为一个直打高端局的央视赵子龙 这位来自福建泉州近江的刘潇谦 因其勇猛过人的精力而出圈 为了探寻罪恶的真相 他一次次将自己置身险境 直面人性的黑暗和暴徒的目光 如今 他将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飓风掠过折田 字里行间随处可见 惊心动魄和险象还生 刘潇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什么叫有新闻理想 正因如此 即便身处美国 中国记者这四个字 已经成了可信可倾诉的金字招牌 作为央视记者 他被网友称为是神一样的男人 所有刘潇谦负责的新闻内容 都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感 明明长得像娱乐频道 声音像少儿频道 可偏偏选题都是暗黑系的暴力频道 深究一副奶油小声的脸 却近干一些专属猛男的事 在谦歌的镜头里 步伐尸体 毒贩 枪支 微爆物品 可他永远都是用平静淡定的小奶声 安静描述着身后的一切惊心动魄 为了追踪新闻现场 刘潇潜潜入贫民窟采访毒贩 带着隐形摄像头 暗插枪支黑市 在殡影馆和墓地蹲守 只为寻找一具即将下葬的尸体 为了顺利接近最恶的肥手 他从陌生人中招募现人 还乔装成老师 商人和地质学家 他深暗不入虎穴 咽得胡子 相信自己的新闻 如果拍得不够好 那一定是因为自己靠的 还不够近 在他的车里 长期放着防弹衣 只要广播里 亦有警察的行踪信息 立马一脚油门 火速奔向鱼龙混杂 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 无论怎么看 这都不像是体面 驻外记者的生活 而这位乃因猛男 却在美洲硬核走基层 为我们讲述万里之外 混杂着烟尘 汉字 血污 毒气和哭声的人间故事 在所有他冒似涉险的报道中 最具代表性的 是支撑前往巴西贫民窟 采访黑帮据点的系列报道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刘肖倩那暴力美学般的新闻模式 首先就是他的采访对象 无一例外 都是普通人避之不及的爆孔元素 在刚刚被枪杀 血流满地的尸体旁 淡定从容解说现场 在堆满毒品 满是黑帮枪支的幽暗工厂 他毫无聚色 边走边讲 也因此 在大多数和刘肖倩相关的央视新闻里 他的采访对象 总是要被打上厚厚的马赛克 而刘肖倩报道的另一大特点 是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 在巴西的那次报道中 有一个名场面 这个身挂两把步枪 头戴面罩的暴徒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消防队小哥 原因是刘肖倩问他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毒贩的眼里流露出短暂的纯真 说我小时候想要读书 成为一个消防员 那是个很好的职业 可以救人 可是现在的我 没有明天 在巴西这次打入毒贩内部的报道 不仅被网友奉为经典 更是让刘肖倩自己都深感震撼 后来他将这些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路上行舟》 记录自己在拉美的毒品调查 信息量巨大 每一夜都充斥着离奇的危险 和生死考验 刘肖倩说自己 只不过是在所有的捷径中 选择了最远的那一条 作为央视 路自最野的驻外记者 南野猛男刘肖倩 从不回避自己所要面临的危险 这是2016年 身在哥伦比亚的刘肖倩 发布的一篇博文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前 把家收拾得很干净 各种费都交了 因为如果被绑架 或者出了什么意外 别人来我家调查或者退房 不会觉得这个人 怎么那么不整洁 当时央视的新闻频道 正在每晚10点的 国际时讯播放系列报道 肖倩探访 哥伍丛林游击队 这是一个共绑架过 1万多名人质的 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 1997年 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 他们依靠本地毒品贸易链条 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 与政府军冲突持续50多年 致使20多万人死亡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2016年 哥伍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将在次年解除武装 并转型成为政党 而在停火协议尚未生效之前 刘肖倩决定 抓住这个历史窗口 探访此地 成为了当时 唯一进入歌舞控制区的 亚洲记者 甚至在出发的前一天 他只知道 和武装分子碰头的地方 是一个山间小镇 连营地的大致方位 都无从得知 而就在刘肖倩 来到这里的一个多月前 还有西班牙女记者 和两位同事相继遭到劫持 为了对神秘的歌舞 有更多深入的了解 在去之前 他读了好几本 被解救出的人质自传 直言在夜里看得几倍发凉 也想过还是不去算了 但刘肖倩看似稳弱的身体 却总是隐藏着 超乎常人的巨大能量 同样在哥伦比亚 为了调查拉美制度链条 刘肖倩不得不 在一次谋杀未遂后 凌晨出发 提前杀入目的地 在我们前往 英三角的几个小时前 我们在当地的联络人 在家门口抽烟 突然间有一个蒙面人出现 拿着一把手枪对准他 就在准备开枪的时候 我们的联络人 集中生智 获得了逃生的这个时机 但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决定在半夜 也就是天还没亮的时候 出发前往英三角 他给自己所写的建文录 起了个奇怪的名字 飓风掠过折田 书名是个隐喻 一场佛罗里达的飓风 掠过折田遍布的岛屿 一种美国的思想意识 在古巴乃至其他第三世界 掀起的巨变 他用这样的方式 巧妙串联起了 自己驻外十年的所见所闻 和感悟变迁 虽然他从不报道战争 却是无数人心里 如假包换的战地记者 他拒绝被自己的外形定义 也不受声音条件的束缚 所能决定刘肖谦 是一个什么样记者的人 只可以是刘肖谦自己 在他的身上 你能看到光 是鲁迅先生所言 那种在黑暗中 不带巨火 如营火般的模样 一个年轻人的成功和崛起 就该这样 付诸努力 历经艰险 然后收获最丰厚的奖赏